好来看到极端气候强势来袭农作物生产首当其冲 每年3月份应该是建筍的产季 不过根据气象局显示呢 今年春雨只有去年的十分之一 即便呢温度适宜 并且日照充足 建筍仍仅零星出土 何时能够有稳定的产量呢 部落农民就说就等老天爷降干领 跟着部落青农来采建筍 这个3月限定的时令农特产 我们要就是永续的一个概念是 走路的时候要注意 然后在采集的时候就是 尽量就是一次性的把它拔起来 不要就是这样凹下去 它进水里面它就会比较容易就是软坏掉 可能就是要它的新鲜度的问题 每个人觉得新鲜有趣的同时 由于采建筍时还得要深蹲低头扫描 才有可能从浓密建筑林间找到建筍的身影 因此也深刻体验 采建筍其实不轻松 你也是第一次来体验吗 对啊 结果怎么样 采的动不动 还蛮快乐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体验那种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是想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像爬坡知道他们采建筍农的辛苦 嗯 他们的确蛮辛苦的 不过偶尔这样也蛮不错的 单运动 对单运动 减减肥 采损过程相当辛劳 然而令农民内心煎熬的是 进入产季的建筍现在确认零星出土 消费市场在旁等着化修 但是建筍就是还没有达到产量 农政单位头也摸着烧 最早出的筍 所以我们最早就能够尝鲜到一个鲜美的筍类 它的营养特别是维生素A1都很高 主要是它的膳食纤维 它不像其他的竹筍类 吃起来会有一些容易造成你的肠胃不舒服 它含的生物点相当的低 所以吃起来是营养美味 再加上我们这个在地的很多种吃法 每年三月份应该是建筍的产季 不过根据气象资料显示 今年春雨仅有去年的十分之一 即便温度适宜且日照充足 建筍仍是菱形出土 何时能够有稳定的产量 部落农民说就等老天爷降甘霖 还得要再等一等 一般来讲我们是三月到四月初 就是一个月的建筍期间 那以今年的状况下比较晚 因为可能今年的雨水 比较没什么下雨 就是说产下目前其实阳光跟温度是够 它就差缺水而已 现在如果后续有就是开始下雨的话 其实就很盛产了 建筍产季大delay 目前农民上山采建筍的量 仍不足以应付市场的需求 因此农民绝大多数人自己食用 由于产量少物以稀为贵 产季初期的建筍价格平均每胎金 五到六百元 即使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